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节目通过大量的卡带和当年的机器 口述历史来带大家回顾当年惊心动魄的主机大战 大家看到桌面上堆砌的这些软件 本节目中出现的所有软件如果为作特殊说明均为正版 这个也是要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情境 上回说到1989年世家以189美元的价格在美国市场推出了MD 同时也同捆了这款游戏《兽王记》 这款游戏是世家的代表作品 应该说以189美元的价格发售主机还同捆这款游戏 也使得初期MD的销量相当的喜人 当然也因为竞争对手任天堂的SNES难产 为市场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 那这款游戏我们看到啊 封面是这个一个这么一个主角变身的这么一个妖兽啊 然后背景这样的画面啊这个说明书也都在这个呢则是卡带啊 当然这是一个日版的卡带呃正面的封面啊 反面的这些啊这个说明橙色的芯片 我们来看看这款游戏 哦 年代久远啊 读不出来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要用万用万灵的大法 诶 OK 果然奏效 这款游戏啊 当年在国内的包机房之中呢 也算是颇受欢迎的作品 那特点呢 除去简单的这样的卷轴推动之外啊 关键是可以变身为各种各样的野兽 可能用现今的眼光来看 这款游戏其实挺无趣 但是呢 在当年这还是怎么说啊 甚至可以说是杀手级的作品 好 游戏大概就是这样啊 那铜捆了兽王季推出之后呢 MD大麦 那可是大麦除却MD本身16bit啊 这样优异的性能之外呢 以及SNES所留下的市场空白 最重要的也在于世家为美国市场推出了一系列 美国玩家非常喜爱的车枪球作品 比如说啊 大家看到的这款游戏 Virtual Racing啊 这个VR赛车 那这款游戏啊 是AMR的作品 采用了世家的特殊芯片 我们来看看卡带的样子 大家就明白了 说明书啊 在这儿 这个卡带的造型和标准的 这也是一个日版的游戏 和一个标准的日版的游戏的造型有很大的区别 而且就在于这款卡带使用了SEGA的这样的一个SVP的处理芯片 这个芯片有点类似于SFC上的Super FX啊 就是一个增强的芯片 那能够提供一些简单的多边形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啊 像这样一个赛车游戏呢 在当时号称啊 时数300公里的高速的感觉 四个视角啊 确确实实是杀手机的应用 我们来选取一个赛道 美国市场和日本市场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美国市场呢 非常喜欢这种啊 短平快啊 刺激 刺激性比较强的 街机移植作 或者说这个赛车游戏 这个非常简陋的多边形画面 在现今呢 当然不值一提 然而在当年啊 这款游戏应该说它所提供的震撼的感觉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视角的切换 这种震撼的感觉呢 就远非普通游戏可比 我们来看到这个视角的切换 切换成主视角 应该说游戏的速度感和操控手感 以及画面的稳定性都极佳 当然这款游戏是MD后期的作品 可是MD上呢 大量的充斥着这样的赛车 足球 篮球 排球 以及各种各样的 有趣的车枪球的游戏 美国市场的玩家对其可以说是甘之如頤 非常的喜爱啊 OK啊 这个是VR赛车 那么我们再看到这样一款罗宾逊篮球 这个呢 也是典型的车枪球 篮球游戏 在MD之上有各种类型的篮球游戏 包括EA的NBA Live 那这个罗宾逊篮球呢 则是海军上将啊 大卫罗宾逊去做的授权的一款篮球游戏 我觉得这款篮球游戏的画面水准呢 还是相当的不错 至于手感嘛 坦白的说 当年的篮球游戏也都是那么回事 想要准确的模拟啊 各种这个运球传球啊 投射的手感 大概也是做不到 来打一个练习赛 其实美国市场和日本市场的差异呢 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 这种差异的形成可能跟文化啊 可能跟媒体导向 可能跟美国的这种啊 客厅文化和日本的客厅文化不同 都有大的关系啊 日本很多这种啊 所谓团地年代的啊 或者说一户建 其实客厅不是那么的大 而且一般来说 不太愿意别人到家里面来串门 是吧 所以他可能比较乐意 自己一个人守着电视机 去玩那些白日梦的游戏 相对来说 美国呢 比较 客厅又比较大嘛 又平时有很多人串来串去 开party啊 各种各样的party都有可能 所以他们可能比较愿意这种啊 大家围坐电视机能玩的 那车枪球 当然就比较适合啊 大家看到这个游戏的画面 好 我是 黄队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控球 哦 传球挂掉了 哦 一个扣篮 投篮 两分命中 大家看到这个投篮啊 呃 和我们现在玩的2K啊 等等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他也没有投篮进度调 换言之呢 呃 这个投篮的时机 以及是否命中 除却这个角色本身的能力设定之外啊 更多的呢 就全靠运气 可是这样的游戏画面 比起FC上的同类作品来说 强了不是一心半点 只要眼睛没毛病 应该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当然推出之后啊 呃 相应的销量基础呢 立下功劳 这种类型的游戏 在世家MD上很多 而且啊 各种各样 比如说这样一款啊 Wordcup Soccer啊 这个就是足球 那这个虽然是美版的 日版的卡带啊 大家看到也是成型的 真版的卡带 可是呢 它延续了美国的叫法 叫它Soccer啊 而不是叫这个 我们在美国之外 对足球 一般还是叫它Football 但是在美国的Football呢 指的是这个东西 橄榄球啊 我们来看看 这个足球游戏 选一支球队 这是法国队 OK 然后 选择 这是中场 前锋 电脑来做自动的分组 因为这是世界杯嘛 对吧 可以这是一个俯视角的 这是我 被对方进了一球啊 进球之后 还有特写的画面 这个游戏本身呢 四个字 乏善可成 说实在的 真没什么意思 可是啊 在当年也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那OK啊 像篮球 足球 都有了 对吧 赛车有了 那还有什么呢 橄榄球 像这款游戏啊 Cyberball 就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机器人的橄榄球游戏啊 它是严格遵照橄榄球规则 橄榄球运动的一系列的这个准则来做的游戏 但是呢 它的主角是机器人 我们来看看啊 当然在这个上面也可以玩到EA的这个橄榄球游戏啊 并且都是大卖 当现在很多玩家口中的年货作品 其实当年就已经存在 OK啊 我们来看看 一个标准的橄榄球场 我是防守的一方啊 被阻截了 我们在这儿重新开始组织进攻 橄榄球在国内啊 不算是太火 或者说在亚洲都不算太火啊 可是在美国呢 橄榄球是超过这个篮球啊 这样的存在 每年的超级碗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 所以OK 选定一个战术之后 我们来发球 OK啊 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概念 还是四个字 发善可称 挺无聊 但是这样的游戏呢 一定要有 尤其是在美国市场 实际上竞争对手的平台SFC之上 也有大量的车枪球游戏啊 再来一个 这个是棒球啊 这个91 超级联赛的棒球 那同样的棒球在美国啊 也是四大职业体育运动之一嘛 当然也有相当大的拥短 同时呢 在主机平台之上 也需要这样的游戏存在啊 当然这是一个日版的游戏 对应的也会有美版的各种棒球 随便选一个巨人队 好 各种设定之后啊 来到球场之上 三阵出局了啊 好的 OK啊 就是这样一款游戏 棒球游戏呢 从来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在竞争对手的平台上当然也有啊 这次我是投手 好球 包括在FC平台之上 也有类似的游戏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啊 虽然用现今的眼光来看 这款游戏的画面很糟糕 可是呢 比起FC平台之上的要好很多 有人说了 MD是16位的机器 你怎么老在拿它和FC比呢 这就是因为任天堂的SFC或者SNS的研发的问题 使得它留给了MD将近两年的市场空白期啊 所以在MD在日本美国市场出首发的时候 它的竞争对手的的确确不是超任 而就是FC啊 因为超任还没有推出啊 对不对 所以啊 比起竞争对手来 当然画面上有明显的优势 而体育游戏 画面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因为它能够更好的还原赛场的氛围 所以我们看到啊 这个足球 棒球 篮球 还有橄榄球 以及像赛车游戏啊 这个Virtual Racing这样的赛车游戏啊 以及像首发搭售的这个狩王记啊 所以在MD平台的初期呢 当然就显得气势如虹 压竞争对手一头 自然是不在话下 可是这个SFC也迟迟早早是要发售的呀 当然啊 还有这样一款游戏 迟迟早早是要发售的 我们只是靠这些车厢球 这些车厢球很优秀 但是呢 SFC上也有啊 SFC16位机推出了之后 也会在这方面进行补玩 大家看到的这个Afterburner啊 这款游戏就是阿汤哥在壮志陵云里面玩的这款 驾驶这个战斗机的来玩的这样的一款游戏 同样也是特殊芯片的游戏吧 所以画面相对不错 来看一下啊 从这个企业号上啊 世家企业号的航母上起飞 然后这样的一款啊 这个游戏比起前几天 我们看到的这个SS的那一款 好像也不差 是吧 这也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枪 对吧 OK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这一款啊 叫做这个Super Thunder Blade 超级雷霆之刃这样的一款 武装直升飞机的 也算是枪类的游戏 我们来看一看啊 他的说明书 然后卡子带啊 OK 从极库啊 出去 哇 就这样子直接飞出去啊 也太夸张了吧 怎么就挂了呀 都没弄明白怎么玩啊 反正这样的一款也算是枪啊 这种类型的游戏 那么所以呢 凭借着强大的机能市场的真空 这样优秀的啊 车枪球类型的游戏 MD啊 一开始气势如虹 在美国市场大杀四方 可是SFC也要推出的 美版的SFC 叫做SNES Super 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 超级任天堂娱乐系统 这个Entertainment System 推出了之后呢 当然MD就变得不再是没有对手了 虽然初期MD凭借已经占据了的市场优势 以及大量优秀的软件 包括世家圣天堂的这个口号 对SFC 在美版SFC的初期 还是形成了销量的压制 可是世家也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日本市场一窥千里之后 世家就觉得 我们无论如何要守住美国市场 可是守住美国市场 车枪球这些游戏很重要 但是竞争对手也有 而竞争对手有大量的日式RPG 我MD上却不够多 同时很重要的是竞争对手有马里奥 人人都爱马里奥 美国玩家更爱马里奥 这个吉祥物啊 其实已经是成功的 打破了游戏的这种界限了 也就是说不玩游戏的人 也都认识马里奥 可是世家在当时呢 却没有一个能够与之呼应 与之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吉祥物一般的存在 你提起任天堂自然会想到马里奥 可是提起世家呢 难道是这样的武装直升机 还是兽航机里面这人不人鬼不鬼的 还是VR赛车里面这个多边形构成的赛车 好像不可以吧 所以世家觉得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吉祥物 因此世家就决定投入重资 来制作自己的平台动作游戏 能够去跟马里奥对抗的游戏 世家给出的答案就是伟大的索尼克 大家看啊 在我面前是四本索尼克的游戏 索尼克一 索尼克二 索尼克三 以及一个索尼克弹珠台 这四款游戏啊 就是MD之上 全部的索尼克游戏 当然还缺一个物理的DRC 纳库鲁斯 那个游戏很奇怪 它卡带上面还有个卡带的插槽 把纳库鲁斯的卡带插在MD之上呢 再把索尼克三的卡带插在纳库鲁斯的卡带之上 就能在游戏中提供除却索尼克之外的 这个纳库鲁斯的角色 当然我手边没有这个卡带 所以很遗憾啊 无法向大家来做展示 索尼克这个游戏的任务呢 是交给了钟玉斯 钟玉斯的想法非常简单 竞争对手的吉祥物是马利奥 马利奥是一个憨憨的意大利水管工 移动缓慢 所以呢 索尼克一定要激如闪电 我们的这个去打对台的吉祥物 必然是一个激如闪电的存在 马利奥呢 这个其实是比较薄弱的 碰一下就挂了 当然如果吃了花什么的 能稍微好点 但实际上还是很容易挂掉的一个角色 可是如果要让我们的角色激如闪电 那同时他就不能很容易挂掉 因为如果你快了之后 你的操作啊 就不可能做到特别的精准 你反应不过来嘛 那一碰就死 必然影响整个游戏的流畅程度 所以我们的这个角色不那么容易死 只要身上还有光环 还有这个Ring 还有这个金戒指存在 就不会死 对吧 然后呢 马利奥啊 虽然憨憨的啊 虽然造型也有点怪 现实生活中未必能见到这种长相的人 可是他还是一个人吧 那对方的角色是个人 我们的角色就不能是人 一定要一切跟他对着来 所以在这样的设计思路之下呢 一开始设计是一个豪猪 后来呢 又变成了一个蓝色的刺猬 他的钢毛啊 这个刺猬的钢毛 这不是在开车啊 朋友们 刺猬的钢毛呢 做了这种卡通化的处理 把它做成了像这种啊 日式漫画中常见的那种怒发冲冠的感觉 所以啊 这个索尼克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就诞生了 但是初代的索尼克 我们当然能看到很明显 和马利奥所不同的地方 但是同时我们也能看到 他还没有完全摆脱马利奥的影子 我们来看一下啊 咦 这个卡带啊 百事百灵这一招 OK 如果说马利奥是一个跳跃的游戏 那么整体来说 索尼克是一个奔跑的游戏 刺猬索尼克机如闪电 在一开始的demo出来之后 这个其他的员工看到之后 说哇 这个真的是 Sonic啊 真是超音速啊 所以他的名字啊 这个刺猬也就这么定了下来 但是我们看到在初代的索尼克之中呢 仍然没有完全摆脱马利奥的影子 就是跳跃的比重啊 相对来说比后面的索尼克要高一些 但是这种机如闪电的感觉 还是很好地做得出来 同时也和任天堂马利奥的这种相对缓慢的移动啊 有着明显的区别 当然现在的马利奥跑的也挺快 不能说啊 不能完全排除互相借鉴的这样成果啊 总之 初代的索尼克发售之后 立刻让所有的玩家感受到了这个蓝色刺猬 电光石火的魅力 也和竞争对手马利奥 确确实实有着明显的区别 当然我还是要强调 初代的索尼克 并没有完全摆脱马利奥的影子 还是看到大量的跳跃的要素的存在 哦哦哦哦哦 挂掉了啊 所以OK啊 这个游戏推出之后呢 当然立刻市场上就产生了极好的反响 也给这个任天堂重重的一击 尤其是世家巧妙的利用了索尼克快如闪电的形象 把索尼克基如闪电的形象和MD这个强大的触能能力 有效的做了捆绑 于是在世家的宣传之下 MD就代表着快速 代表着未来索尼克基如闪电 就像MD基如闪电的处理能力 而SFC就代表着缓慢 就像马利奥缓慢的移动速度一样 应该被时代所淘汰 这个呢 是世家非常好的 在卡林斯基的主导之下 做得非常好的一波的宣传 同时对索尼克一代的首发 世家砸下了6000万美元的 惊人的宣发费用 自然而然起到了极好的效果 凭借着索尼克强大的魅力 的确MD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 和SNES分停抗礼 但是战场也在悄悄的转移 一方面呢 这四款索尼克啊 是如何一步一步的 把MD带上新的高峰 这个我们要说 同时呢 新的战场也开辟了 那就是轻版动作过关游戏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一款 怒之铁拳二啊 这个呢 又是一个新的战场 那双方的战场 究竟你来如你来我往啊 激战程度如何 最后战局几何 那咱们呢 就只能等到下回再做分解 本期节目就是这么多的内容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 但是呢 接下来要做广告了 因为这些东西倒腾来 真的是要有相应的代价 有人说 你可以用模拟器啊 你可以用盗版啊 我觉得这个不好 一个是有一个导向的问题 二一个啊 这个名不正则言不顺 你去讲述主机历史的时候 如果掏出来的都是什么烧录卡啊 或者一堆这个盗版游戏 那实在很难还原当年的感觉 实际上接下来 MD的MD CD MD32X 我都会一一向大家来做展示啊 所以呢 也请大家支持我的淘宝店啊 淘宝店里面有一个无锡的特产包 临近春节了 大家可以买来 荷家团圆之时吃一吃什么酱排骨啊 肉面筋啊 那还有很多有趣的收费节目 尤其是如果对这个老游戏啊 对主机大战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购买一套50级的大制作 我的人生游戏年鉴 里面讲了我个人的成长的部分 游戏的发展史的部分 以及当年的国内的游戏环境的部分 非常精彩啊 大家可以去买来听 总之谢谢各位收看 也谢谢大家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